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好想吃榴莲 小老鼠突然很想吃榴莲 可是它从来没吃过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小老鼠跑去问山羊 山羊山羊 你吃过榴莲吗 山羊想 榴莲是一种花吗 可以吃吗 没听过呢 可是它却告诉小老鼠 吃过啊 榴莲吃起来和菠萝一样好吃 小老鼠跑去问狮子 狮子狮子 你吃过榴莲吗 狮子想 榴莲是什么东西啊 听都没听过 可是它却告诉小老鼠 哦 榴莲啊 榴莲的味道就像西瓜一样 小老鼠跑去问河马 河马 河马 你吃过榴莲吗 河马想 榴莲 好像在书上看到过吧 可是 它却告诉小老鼠 当然吃过啊 榴莲吃起来就像翻石榴一样 好吃得不得了 哇 榴莲吃起来又像西瓜 又像菠萝 又像翻石榴 真是太神奇了 好想吃榴莲 小老鼠 小老鼠到市场买了一个榴莲回来 狮子 山羊 和马看到了 它们也好想吃吃看 小老鼠 小老鼠邀请森林里的动物 一起来吃榴莲 它慢慢地举起刀子 往下一切 榴莲里冒出一股很浓的味道 大家叫着 这是什么怪味道啊 全都被吓跑了 小老鼠离得最近 来不及逃就晕倒了 当它醒来的时候 榴莲的味道已经变淡 闻起来香香的 臭臭的 很特别 小老鼠想了很久 它鼓起勇气 挖起一小块榴莲 轻轻地 轻轻地咬了一口 咦 吃起来很好吃啊 它开始一口 接一口地吃起来 大家都冲过去 大口大口地 快乐地吃着榴莲 小老鼠想 原来这就是榴莲的味道啊 甜甜蜜蜜的 绘本故事的油墨书香 温馨美好的 亲子时光 故事讲到这里 就结束了 勇于尝试的小老鼠 从想 询问 到付出行动 去买 切开 从不适应 到大口品尝 这些追求 渴望的过程 和加起来的满足 远胜过榴莲 带来的滋味 没吃过的榴莲 好奇的小老鼠 舌尖上的冒险 榴莲的味道 就是探索的刺激 分享的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